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终于等到了伊朗的报复 咱们讲俄罗斯的总理抵达 伊朗之后,伊朗应该是下定决心报复 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证明了 导弹从伊朗境内发射到了以色列境内 和耶路撒冷降起警报 声明表示,以军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投入运行 伊朗官方1号晚上表态说 伊朗向以色列确认发动了导弹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的哈里斯 已经召开国家安全团队的刑事评估会 据说是有200枚导弹攻击以色列本土 这个就是对于以色列之前所有行动的报复 现在他连同之前的德特兰刺杀行动 一起来报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现在发表了声明 说伊朗犯了大错 要付出代价 这个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心心念的大鬼终于下场了 他实际要做的事 我那期地图回去翻 上周那地图 讲的非常明白了 就伊朗境内有大批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咱可以把伊朗这些温和派叫做中华民国派 和现在上海一批一批人一样 这批中华民国派就是伊朗的这个内鬼 实际就是要把岳飞交出去 那伊朗的这个 他国内的这批前派 莱西死后立刻就遭到了清算 你看这个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是把美国人 他讲了把美国人要拖下来 而现在美国大选 那就说在这个时刻 美国两党候选人都希望什么 都希望用自己的这个所谓影响力 号召美国去救以色列 以色列不去跳这个火坑用救吗 那内塔尼亚胡非常清楚 那我就得跳坑往坑里跳 那谁能救我呀 拜登能救吗 拜登救中国就完 中国这边就解套了 川普当然要救了 川普救着 所以这个事就逼着川普上台 看到吗 俄罗斯这一招很有意思 他去帮伊朗 实际变相帮川普了 伊朗现在整个的导弹袭击 现在因为资料比较少 我会随后再更新 但是从这个现在来看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后 说今晚伊朗犯了大错 将付出代价 就表明这个事很大 很严重了 也说真正的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 按照以色列媒体的讲法 说伊朗导弹来袭时 内塔尼亚胡正紧急召开以色列安全内阁 这个会议据说是在一个安全的掩体内举行 这个伊朗总统说伊朗不好战 但坚决反对任何威胁 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奖 10月1号晚上 在社交媒体发文 说伊朗基于合法权力 以本国和地区和平 与安全为目标 对以色列的契励行为做国断回应 就这么一个温和派 愣给逼上了梁山 看到吧 中华民国派也得拿几刀干 就这意思 说伊朗此举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人民 并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知道伊朗无少好战的国家 但坚决反对任何威胁 这个话其实还是怂 还是要一和 就是很简单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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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 还手呢 我是二百枚 跟上回一样 跟上回一样二百枚 二百枚发过去 就是说 实际还是告诉以色列 我有能力保卫自己 不要想着 你把这个战火引向我伊朗 就这意思 还是怂 他不要战斗到底 他说 此次回应只展示了伊朗力量的一小部分 并警告不要与伊朗发生冲突 看到了 就是他的伊朗的核心目的就是 你不要再扩大了 你欺负欺负弱小就完事了 不要再扩大了 那显然就是什么 显然就是 看错形式了 以色列要美国和伊朗干 让美国人下场 这地区里边这些小 咱们就是这些小老鼠 用得着这只大猫 这只美国大老鹰上 必须得伊朗上 你美国人才能下场 所以现在就是 哈密尼也好 或者是佩德西强也好 伊朗内部 他没搞清状态 人家美国人下场的 唯一理由 就是你伊朗也下场了 所以咱们说 咱们的洲际弹导案 实际是保证了 我们中国不被美国人盯住 美国人只能去盯伊朗去 所以现在看的 内塔尼亚乎也非常清楚 要让美国下场 我就得去调动伊朗 他做的一切 那几只老鼠 他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让伊朗下场 然后把大罗鹰给弄过来 现在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尼一 受邀媒体也表示了 10月1号表示 抵抗阵线 对于以色列政权的打击 将会更加具有毁灭性 10月1号美国国务院 表示伊朗对以色列大公共导弹袭击 厚颜无耻 不可接受 这是美国国务院的表态 就是美国和伊朗官方 现在明显从官方的口径来看 就是伊朗人是怂 但是还要坚持还击 他不还击 黎巴嫩政党那些小弟都白死了 但是美国国务院说 你厚颜无耻 不可接受 呼吁全社会 世界各国与美国一道 谴责伊朗 看到吗 这个 就是说在以色列进攻的时候 可没有看到全世界谴责伊朗 谴责以色列 而现在 人一还手 然后就说谴责你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他的规则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 目前未收到有关美国设施 袭击中受任何损坏报告 还称美国没有收到伊朗政府 关于其将发动此类袭击的预警 还强调 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美国将与其协调任何可能回应 这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是说美国会参与报复 据说这个美国在 这个之前啊 应该是伊朗导弹打之前 伊朗肯定是通知美国了 因为美国已经是有白宫官员确认伊朗准备 就是奇迹之前伊朗准备向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 这个消息美国白宫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而且向媒体已经公报了 这个 当时的美国官员是这么告诉这个外界的 说美国有迹象表明 伊朗正准备立即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攻击 说美国正积极准备防御 以保卫以色列免受这次攻击 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攻击将给伊朗带来严重后果 就说明伊朗是提前通报了 这不是突然袭击 换句话说 还是怂 还是抱有希望 实际上就是展示力量 但是你别打我 这跟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初的时候 中国很像 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中国人当时的表现和现在伊朗 有一拼 大批的中华民国派 大批的投降派 但你确实当时打不动 咱们讲过事实就是这样 你打不动 屈辱 这就是屈辱 实例一切 实例一切 美国白宫官员既然已经是 既然已经是知道了 那当然是这个事情 根本就不会造成 我觉得不会造成现在 美国官员讲的 对以色列的重大生存的危机 不会的 人家提前通报了 但是他们的口风非常有侵略性 那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着可能 可能内塔尼亚湖和美国之间会有相关的勾连 还有一个事就是美国股市 纳斯达克跌2% 我为什么提这个 就是他的矛盾必须要通过外部战争转移 他以前是准备挑在台海 因为中国的洲际弹导弹发射之后 美国人现在只能把这个 把这个矛盾现在向中东转移 所以伊朗你接也 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这不是以你的意味转移的 伊朗人一定要明白 这期时间长 咱们接下一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